歡迎來到台灣 雖然目前沒有辦法進入WHO開會 但是我們是用觀察員的身份到裡面去觀摩所有的世界的相關的會議 那賴市長也提到過說 我們因為沒有辦法正式成為會員 其實對於一些公共衛生的政策跟防疫的政策 是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掌握的 那是非常可惜 因為除了世界的一些疫情可以分享給台灣以外 台灣有很多心得也可以在這個大會裡面去分享 那今天學生利用模擬的方式 WHO的會議來進行這個相關的議題 這一次讓我們台灣的醫學區學生早一點跟國際接軌 那能夠跟他們一起交流 那希望我們台南市的整個美食美景 跟我們好的政策 能夠跟我們全世界的醫學區學生做個分享 那我們這次會期是2017年的1月17到20年號 那我們這次會議的主題是群眾合作下的健康人權 那分為兩個是主題 主要會著重在探討新興傳染病防疫 然後另外一個主題是國際人道救援 然後像台南市就是主要的傳染病是登革熱 那對於登革熱這方面的防疫成果的話 就是有相當大的經驗可以跟各國府分享 這邊是一個問題的問題 我們是有些獲得人的一些貢献 不斷可以跟我們一些獲得人的防疫 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